說到日式RPG 我想大家應該會先想到的 就是Final Fantasy還有Dragon Quest 這一類的大作吧 不過日本Falcon公司 所推出的英雄傳說系列 在眾多的RPG愛好者心中 也是有魅力不可擋的地方喔 而現在呢 英雄傳說碧之軌跡就要推出了 只有連他的前作空之軌跡 也是要推出動畫作品喔 各位喜歡的玩家 可千萬不要錯過唷 日本Falcon公司在日前宣布 他們即將在9月11日 與PSP上推出英雄傳說系列最新作品 《英雄傳說碧之軌跡》 限定版還包括了艾莉 TO的黏土人玩偶 以及原創廣播劇CD 而玩家們所熟悉的前作主人公們 在本作中依然還是會出現喔 Falcon公司最著名的英雄傳說系列 從一二代到卡卡布三部曲 延續到《空之軌跡》的系列作 本篇第七部作品的《零之軌跡》 一直都受到廣大玩家的支持 而《空之軌跡》的動畫作品 也即將在今年的12月9日 在官方所舉辦的活動中上映 喜愛英雄傳說系列的玩家們 可千萬不要錯過囉 《英雄伝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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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都貴ks》 《進言之類的城》